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瓜 那今天来到东岭是一定要吃一下他们这边的猪脚饭的 听说跟龙江的还有上头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我是在一家制衣厂 厂边有一家老牌猪脚饭 今天去试一下他们家的猪脚饭怎么样 走 特别的搞笑 现在会有过往的一些客人来吃 有些人在车里头 老板只要跟他比个姿势 然后他们就知道没了就收拾走了 我来到准备这样 12点等到要用了 你又要吃饭 那我吃饭不做的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我给你吃饭了 你刚才没拍一张 直接拍一张 FI 根本不要跟他不去 因为你智商鱼 他ока里 bikin 它我们跟还可以吃饭了 他们家这边的特征就是这里可以给你配饭的 把脚架起来 吃饭很有知识 然后我们这一份饭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咸菜还有猪脚 这个猪脚吃起来嘎嘎的感觉 而且我之前不是有开过猪脚饭吗 这家猪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一家重 但是它这个卤汁的味道 配饭特别的香 他们家的咸菜是没有甜味 是会比较咸的 北海下饭 然后刚才我看到几个叔叔 他们的翅膀就是这样 好 冷清洗 我现在因为是会比较往来 所以它这个猪脚有点放冷 但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样吃的 热的饭 冷的猪脚 嘎嘎 然后这里会配一个汤 就是鱼汤 里面加了很多的南京 后面加了很多的东西 一分放下去可能会有点腻 但是配这个汤很咸腻 太不错 那样的几红菜跟我们没多少钱 几红菜跟我们没多少钱 几红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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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sixteen 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吃猪小饭 虽然环境是比较简陋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跟咱们汕头或者会来的龙胶猪脚饭完全不一样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来到丞海 可以来试一下他们这边的东里猪脚饭